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刻PHP5.0项目实战课程的第一季 我是钟毅老师 接下来由我带着大家去完成一个完整的三层项目实战 好 打开我们大纲 我们深刻PHP5三层项目实战第一季的内容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咱们的课程介绍 是吧 好 课程所需要完成的项目是一个防北度的三层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要完成的一个项目 防北度的一个三层 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北度的三层的首页 它这里有一个分类 它的分类应该是三级分类 你看第一级 然后第二级 第三级 然后我们往下拉 这里是一个品牌 是吧 然后每日精选 这里是只分类了 就是服装服饰了 我们要完成了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因为我在找的时候发现它项目比较简洁 而且从美观上也比较好看 好 有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粉一个京东或者一个天猫呢 那我这里说明一下 那我这里说明一下啊 入住的 也就是说天猫跟这个京东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它本身自己是不卖东西的 天猫也有自己自己自营的东西是吧 也就是说像京东跟天猫它是一个B2B2C的一个平台 B2B2C的一个平台 而我们要做的项目呢 是一个针对B2C的生成 为什么要做B2C而不是做一个B2B2C的这样的项目呢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这种B2B2C的这种项目基本上被京东跟天猫垄断了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多商户入住的 你要想给客户去开发一个多商户入住的 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B2C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 比如说 为品会啊 为品会呢 它就是针对一个B2C的啊 就是它只有一个商城 它没有这个商家入住啊 还有咱们的乘客返品也是是吧 乘客 返客乘品啊 乘客乘品也是 针对一个B2C的商城 还有咱们的小米商城也是是吧 反正很多很多的这种 但是如果你去给客户开发这个B2B2C的这种 其实没多大意义啊 因为咱们知道现在那种巨头 一般来说市市场上最多不会超过三家 是吧 所以的话咱们开发的是一个针对B2C的 因为每一个商家 比如像这个 像这个国美 像这个微品会啊 还有这种商家 他们需求是很很强大的啊 是很有需求的 所以我们开发的东西 一定要针对这个市面上的需求去开发啊 否则开发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多大作用 好 那我们课程所使用的框架呢是深刻PHP5.0.0 2C2版本 我们知道现在深刻PHP最新版本是多少 完整版的 是不是这个3.2.3 我们看一下啊 完整版的是这个3.2.3啊 如果是说你在用于生产环境 就是说给直接给客户开发项目而不是学习用的 那么我建议你去使用这个深刻PHP3.2.3 为什么呢 因为它稳定啊 它已经经过很多年的这种测试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注意一下啊 咱们是学习是吧 如果咱们学习的话一定一定是有一个要素 学习最新技术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虽然使用的是3.2.3 但是如果今年这个5.0能出一个完整版 那么很多开发者会选择5.0 而不是3.2.3啊 因为它5.0它更新了很多这种功能 而且提升了很多性能上的这种优化啊 咱们来看一下 深刻PHP5.0一个版本特点啊 它在底层架构进行了一些优化 比如说这个弱性加载 还有这个核心内扣组件化 核心内扣组件化 有点像这个Lover空架啊 因为我们知道Lover空架 它是完全基于这种组件化开发的啊 然后调色和异常 我们以前在开发这个微信 就是用深刻PHP开发微信的时候 我每次都要把这个文件 上传到服务区去开发啊 但是自从有了这个 苏凯的呃 logo这个呃 本地调试啊 它可以支持本地调试这个功能以后 我可以在本地去调试我的微信开发啊 然后路由啊 还有控制器 这些都做了很多优化啊 还有多层控制器 模型啊 这里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是什么呢 其实我感觉就是它设计了一个叫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找到它这个 手册 完全开发手册啊 在这里 这个地址大家记一下啊 这个深刻PHP5.0的完全开发手册 点击阅读 我们看一下架构这里啊 找到多层MVC啊 如果是说 我说深刻PHP最大改变是在哪里呢 其实我决定是在这个多层MVC这里 以前我们在开发商城项目实战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不用这个 深刻PHP的 我明白一般用什么 用这个E框架啊 或者用Lover 或者用CN 后来5.0以后 我才想到可以用深刻PHP去开发一个商城 为什么呢 因为它做了很多改进 比如说一个多层MVC啊 多层MVC呢 它可以 把所有的功能当成一个扩展 而不是它一个主系统的功能 这个咱们在后面课程会着重的去讲解啊 好 这是咱们一个 要完成一个商城的一个介绍啊 还有咱们深刻PHP5.0 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把这个再好好看一遍啊 把这些内容的详细介绍 好好去研究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三个阶段所需要学习的一些内容啊 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完成一个深刻PHP5的安装语配置 然后程序设计 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项目实战课程了 是吧 然后先我们知道 我们在开发之前 写脚本之前 一定要先把这个前台的模板 跟后台的模板搭建好是吧 前台的话咱们就就这个 就这个北都商城是吧 这就是咱们前台的模板 我会把它搬下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啊 包括搬下来的技术 我也教给大家啊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是吧 其他项目不是很难啊 你看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结构也比较清晰是吧 都是详情页是吧 这里还有这样一个特效是吧 咱们看一下后期的这个课程 时间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也带大家去写这样一个风大镜特效啊 这个也很容易写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前后台模板搭建完成以后了咱们就是开始设计模块了啊 咱们从第一次从这个分类 无限分类啊 就咱们这个首页的这个 他这个应该是三级分类是吧 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是一级 然后下面有二级 二级下面有三级是吧 然后无限分类完成以后 第二个阶段 就咱们商品模块了啊 商品模块设计跟代码实现 还有一个呢 是咱们这个Reduce 我们知道为什么又采用Reduce这个呃功能呢 呃 Reduce我们知道这个商场 它涉及这个大数据啊 比如说这个商品数据啊 可能我这个一个商场 我有几万几万几万条这个商品 可能我这个访问点很大 每天有几千万次的访问点 但是如果我们单台服务器去扛 肯定扛不住的啊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优化啊 就就使用这个Reduce 好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咱们这个 RABC角色模块设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后台一个全线控制啊 就是比如说咱们后台有管理员是吧 还有这个呃 编辑人员啊 还有咱们这个呃 财务人员等等等等 反正很多种角色啊 所以我们就要给每一个角色 呃分配不同的权限啊 最后呢 咱们完成这个前台分类的一个展示实现 跟商品分类一个展示实现啊 总之咱们项目的扣扣 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说从这个呃展示到下单到购物到支付 我会带大家全部写完啊 可能课程会长的话咱们会分为两个季度来讲 当然这些也不是固定的啊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课程的内容是根据同学的反馈来的 所以我会建一个群 来让大家加这个群 加群以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说出来 我会呃 临时去加这些需求啊 比如说咱们那个JS的放大镜啊 像这个 啊 刚才咱们看的这个 这个啊 像那个如果大家觉得需要的话 我也会用JS大家去带着大家去写一个啊 这样一个放大镜 好 那咱们项目课程就介绍到这里啊 大家下去先把这个深刻PHP的手册好好看一遍 从下几个开始了 咱们就正式进入这个项目的实战的编码部分了啊 好 感谢大家 谢谢啊